小杨担心会影响到接下来找工作 我们就让记者大麦给他脸部做了个处理 前段时间 他在网上看到一则有关物流运营支持的招聘信息 上面写明线上面试知名电商外包 工作内容和小杨目前这份工作差不多 10月12号收到了中阳国际的一个面试通知 10月12号晚上就有进行一个线上面试 然后大概就是13号14号的样子 他这边通知我说面试过了 然后也有发到我一个正式的一个offer 小杨提供了一份中阳国际聘用意向函 上面写着小杨已经通过招聘选拔程序 注明了岗位薪资等信息 同时强调不论何种原因 您在收到本意向函后 未能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 括号包括公司或您任意一方 不同意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不需向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并不需向您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 小杨提供了一段和中阮国际公司人士的聊天记录 对方表示最晚11月15号 小杨请对方再确认一下时间是否可行 对方回复可以的这个时间 就11月1号嘛又联系他这边 他这边就告知我说 他们这个岗位现在已经招到人了 但是他没有提前跟我讲过这个事情 因为我现在已经跟我现在的公司呢 也提了离职 就是说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 我自己现在的工作也 对这个月就已经停掉了 小杨说快到年底了 这段时间工作不好找 他觉得中阮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这种行为 不太尊重求职者 一个是希望他这边给我公开的一个道歉跟解释 然后另外一个 我现在可能确实因为这个事情 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然后我希望可以去跟他们协商承担 意向含上的报道地址 位于杭州渔航区海创大厦壁座 记者和他赶到这里 一楼有门禁无法进入 物业帮忙通知了中阮方面 期间小杨多次拨打人士的电话 对方一直没有接听 一个小时后 几位中阮国际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我们这边的话发了意向含 是没有进行一个录用 但是在那个意向含的一个证文当中 是明确有表示 如果就是聘用的一个对方 是要在两个工作日之内 进行一个意向的回复 如果没有进行回复的话 这个本意向含是禁为失效的 我们进行一个口头的一个形式的话 去沟通了对吧 也没有进行一个邮件的回复 所以对于公司的一个利益 就是本身的一个条款来讲 还有那个流程来讲的话 这个意向是无效的 但至于它本身的话 的确是因为这份工作 我们口头上的一个形式 对它造成一些损失 那我们现在就针对于 它的一个诉求 来进行一个协调 小杨后来反馈 中阮国际方面说是 它可以马上入职 但它已经不太信任这家公司 担心自己后续的工作 也会遇到各种问题 就拒绝了 1818红金眼记得报道 小杨说自己拒绝马上入职以后 对方表示还可以继续协商 一样的